OK 剛剛大家已經有體驗過說 我們怎麼樣用AdobeXD 分別去做一個Responsive的Web 那我們已經大概了解怎麼做響應式了 但是在這個網頁上面的相關的內容 其實我們還沒有一定的準則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是造著一個特定的模板 然後我們稍微去模仿 最後去做出一個樣子 那現在要跟大家探討一個東西 是Growth Hacking 那很多人會把Growth Hacking它歸類為一種行銷的策略這樣子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樣子的方法其實蠻適合在做 用來做一些數位上面的設計這樣子 如果我們是一個網頁設計者 我們平台設計者 我們有這樣子的概念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很快速的達到我們要達成的目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即便擁有很好的流量 但是我們的轉換率是很低的 轉換率是什麼 轉換率就是有流量 我可以把這些流量轉換成現金 我可以讓大家真的去購買 在我的平台上面願意去花錢 那這就是一個好的轉換率 那面對這樣子的問題怎麼辦呢 在幾年前就有人提出了一個詞 叫做Growth Hacking 成長駭客 那這個詞其實它有一點點數位行銷意味在 你在對於傳統的行銷人來講 他可能並不已經會去搞什麼Growth Hacking 但是你反而在資訊人這邊 那他可能搞行銷的 資訊人裡面 然後對行銷有興趣的人 他可能會知道Growth Hacking是什麼 那具體來講呢 Growth Hacking他是由矽谷的企業家 他在2010年就已經去提出這樣的概念 他會就是說 誒我今天有沒有辦法在我的平台上面 我的頁面上面 可以去精準的呈現出 誒我要做什麼 讓我的顧客可以快速的去了解到 我到底要幹嘛 然後我到底要賣什麼 我跟別人的差異在哪裡 對我們希望很快速的讓人家達成 了解我們的想法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很快速的了解我們的想法 很快速的去有一些購買的動作的話 對我們來講我們的行銷 或者是我們後續的活動的進行 都會變得很順暢這樣子 所以Growth Hacking其實就是一個 非常注重他的Landing Page的一個活動 什麼叫做Landing Page 就是我們的廣告著入頁 很多時候你們在網路上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廣告 這個廣告可能是你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看到的廣告 可能你在滑Instagram看到的廣告 可能你在滑Facebook看到的廣告 那點進去之後 你到的第一個頁面就是那個Landing Page 那這個Landing Page 你又沒辦法在短短的3秒5秒之間 快速的去察覺到說他要幹嘛 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的沒什麼耐心 他可能很快就會把你按XX這樣 按XX的話對我們來講就是一個失敗 因為這種流量對我們來講一點用處也沒有 所以我們希望他可以到了頁面之後 了解我們在幹嘛 然後才去做出決定 那我們希望他是一個正向的決定這樣 OK 那你們來看一下這幾個網頁喔 首先這是第一個網頁 我等一下會給你們看三個頁面 那你要試著去觀察這三個頁面上面 有什麼相同之處 有什麼樣是覺得 咦他們都有一個類似的樣子 你們要去看一下他們的類似點在哪裡 這三個 應該是屬於不同類型的嘛 一個是幫我們打造電子商務網站 那一個是幫我們去轉換我們的不同的壁值 那一個是去訂我們的住宿 那請問這些Landing page有什麼共同點 這三個Landing page 可以點的按鈕都是實行的 可以點喔都是很實體的顏色都是充滿的 OK 這是一個 要輸入資料才有下一步 要輸入 都要讓他輸入資料才有辦法下一步 欸 對喔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他那個拍頭的字很明顯 喔他們都有一個其實的字都很明顯這樣 第一個叫做三個步驟輕鬆打造專屬電商網站 然後這是什麼 A cheaper way to spend money internationally 獨一無二的住處和體驗 三個Slogan 我很清楚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是他的特色點 有沒有那個網站 是你看上去你不知道他在幹嘛的 還是每一個網頁你看上去都大概知道他要幹嘛 應該都還蠻明確的對不對 就像是剛剛同學說的 我們都每一個地方我們都可以填入我們要的智慧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這樣 像這裡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填入我們的mail 然後按下開始免費試用之後就可以去執行 對這裡有一個很關鍵就是免費試用 就是你所有要使用者做的都必須是無痛的 第一個無痛是你不需要花很多時間理解 第二個無痛是你不需要花錢 在這兩個前提之下 你的使用者就會願意一直黏住這個網站 那這種轉換帝職的這種服務 他其實很厲害的方式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你可以轉換多少錢 你可以直接快速的轉換 你可以快速的比價 比較價錢這樣子 他也可以很快速的掌握 那這個的話他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住宿他可能就涉及說不同的時間路住 有不一樣的價錢這樣子 對這些東西他其實都是一個還蠻明確的概念 但我們來試著看一下這些點 第一個我們看到他的logo 第二個我們看到他的slogan 第三個這個東西叫做call to action 就是我們上次上課跟大家講的 就我們希望他去做出這個行動 什麼行動 給我他的mail 有了他的mail之後 我才能去做後續的事情 所以這整個頁面 我的目的就是得到他的mail 那第二個 你看一個logo 然後一個slogan 然後call to action 就是我希望他去比價 我希望他去按下這個動作 第三個是logo slogan 然後我希望他直接去告訴我說 他哪一天要去玩 我知道他哪一天要去玩之後 我就可以去推 各式各樣更清楚的廣告消息給他 我可以告訴他說 你如果3月5號要去一兩晚 那這裡的房價多少錢 你可能就會馬上行動 因為那一天剛好就是你想要玩的時間 OK 所以三個關鍵點是什麼 logo slogan 還有call to action 所以在你的landing page裡面 你一定要有這三件事情 對 就像剛剛我們那頁面裡面 他可能有好幾個大的按鈕 實體的按鈕 但是這實體的按鈕 並不一定是真實的能夠去幫助我們 達成我們要的績效 他可能只是讓你看更多資訊而已 那現在我希望我們去建立一個 你真正要的call to action 就是你覺得這個call to action 對你的當 那一個平台來講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就把它設為你的call to action 所以我們現在用這樣子的概念 去設計你的landing page 那這landing page 必須包含著你的電腦網頁 你的平板網頁還有你的手機網頁 對你不需要給我很多的資訊 我們就是一個一頁式的網站 然後就把它做出來這樣子 所以現在呢 請各位同學用bore taking的方式 利用AdobeXD去建置一個響音式的網站 然後最後把這個連結傳到modo modo的位置我等一下會拍 那share link的方式就是 我們在AdobeXD裡面 我們可以去產生一個link 你們只需要腳夾這個link給我就好了 那我會點擊這個link裡面去看每個人的作品 OK 這樣OK嗎 就是 最後就要長出這樣子 這個 最後你們每個人就是要長出一個這樣子的頁面 剛剛我們前面已經有帶大家去跑過 網頁是大概 電腦式的網頁大概是長左邊這樣子 然後平板式的大概是這樣子 對那你們要把手機板的也去做出來這樣子 但是我們並不一定要去做到這麼複雜 對只是三種頁面你都必須 擁有這樣 OK有什麼問題嗎 那現在我可能就是把時間給你們 然後我會一下去看說你們每個人的狀況怎樣 對那你們可以盡量的去使用AdobeXD 那下週開始我就會直接進入到網頁設計的部分 這個網頁會從HTML開始 對然後會教你們下載編輯器啊 然後去怎麼使用一些套件啊 然後怎麼樣去做出一個簡單的網頁框架 好那先到這裡你們先開始做